嘿各位好 欢迎收看网路科普小教室 我是菜市场阿龙 我们在上一集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网路网站是什么运作的 当你输入一个网址 或者点击一个连结之后 这个网址 它是怎么样转换成一个IP位置 然后连到伺服器上面去 接下来这一集 我想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个网路钓鱼 它到底是在钓什么样的鱼呢 这个网路钓鱼 这个词大家可能听过 但这个网路钓鱼 不是说你今天去西边去海边 拿来钓干去钓鱼 这个网路钓鱼这个词 基本上不是什么正面的词 它是算是一个负面的名词 通常是指说一些坏人 或者有心人士 他透过一些手法 透过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操作 来钓你这一条鱼 所以这个词 网路钓鱼这个词 基本上不是什么正面的词 网路钓鱼这个词 它的英文叫fishing 念起来很像钓鱼那个fishing 事实上这个网路钓鱼这个词 它是由freaking 加上fishing这两个词 组在一起的 那这个freaking呢 的英文是道用的意思 这个fishing就钓鱼 所以组在一起之后呢 它念起来还是有点像fishing 还是在钓鱼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网路钓鱼 那这个网路钓鱼是怎么做到的 基本上它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 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人类人性有很多弱点 可能贪心害怕之类都是 举个例子 你可能会收到一封email 告诉你说恭喜你抽中了 这个最新的iPhone 18 Pro Max 根本就没有出 但是告诉你有这个机会 您只要点击以下连结 然后再填写一些基本资料 您就有机会获得最新 iPhone 18 Pro Max 哇这看起来很不错对不对 或者是利用人性的弱点 害怕 例如说 您的银行账户已经被锁的 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已经被锁定了 请您赶快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来输入您的账号密码进行解锁 这个也是一个 或者是说 比较可怕一点 今天有骇客 寄email或者寄简讯告诉你说 我已经入侵你的电脑了 我知道你最近在看些什么网站 或者是我知道你电脑里面 有些照片 有些影片 如果我把它公租于事 你就不用做人了 所以你赶快再多 再例如说在三天之内 再几天之内 把那个钱 汇到我这个账户里面来 然后我就放过你 这个也是一种 蛮常见的做法 或者是说 这个比较常 大家可能比较常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亲爱的贵宾 你有在我们这个网站进行消费 但是我们的系统不小心 或者我们的人员不小心操作 重复货款 所以请您按照底下操作 我们就会把这个款项退给你 或者是说 像是国税局 或者会告诉你说 你有笔退税 或者你有笔退款 请您按照以下的指示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货款了 这些都是利用人性弱点 做的事情 那比较常见的 都大概就是透过 像email 简讯这些方式 来传递这些资讯 传递这些连结 也许有些人会想说 怎么可能 这个连结 我看到网址都是对的 事实上 不一定 因为有些人 就是真的如果我要骗你的话 我会把网址弄得很像 举个例子 例如说Google 大家看这个字 GOOGLE 你注意看 这是OO吗 那个是零 那个G00GLE 你如果说假设今天 视力不太好 或者是那个就是眼睛 如果没有仔细看 你就发现 哇 这个点下去 这明明是Google Google怎么可能骗我 对不对 事实上 它不是Google 它是GOO 它是G00GLE 像这些 透过数字 英文的一些组合 可以让网址变得很像 这很可怕 就是你一个不小心 没有看仔细 你就中奖了 然后或者是说 不只是网址像 连网页都做很像 像我们前面刚刚提到说 您的那个账户 已经被锁定了 请你赶快到我们的网站来 输入你的账号密码 然后来解锁 有没有想过 假设我们今天是某某银行的时候 什么ABC银行 点下去之后 它连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之后 那我的网址做的 跟ABC银行长得很像 然后我的页面 当你点过来之后 我的页面也长得跟那个 我就直接去复刻 那个ABC银行的官网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就请你输入你的银行账号 银行密码 或者你的登录账号密码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资料 存起来了 这其实蛮可怕的 因为一般的人 甚至你今天用手机上网 你根本不会仔细去看 那个网址是什么 你用电脑上网 你也不一定仔细看 所以当我们这些有心人士 他可以把网址 甚至把网址做得很像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一定知道 你到底现在这个网站 是真的还假的 所以我们常遇到的情况是这样 我收到一封信 利用人性的弱点 去希望你去点击这个连接 那你会点到假的网址 或者假的网站 这个就是所谓的 网路调理的一个基本的过程 然后你可能会被输入要求 输入一些帐号密码 其实并不是说 你直接点进去 就会被钓鱼 通常它会有一连串的动作 会要取得你个人资料 后面我会跟大家讲 一些注意事项 但这个就是有常见的公体手法 接下来我这一段 我们想再跟大家介绍 另外一个名词 这个叫Cookie 然后中文 也许就翻译成小饼干好了 这个Cookie 我们用Cookie 就是这个专业名字 这个Cookie是什么东西呢 事实上 就是当你连到某个网 每一个网站 或者连到某些网站的时候 那些网站都会在背后 在你这个浏览器的后面 偷偷的塞一个小饼干给你 这个小饼干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小饼干的用途 就是用来去识别你是谁 你也可以说是追踪你是谁 当我今天登陆Facebook 登陆Google 登陆Gmail 登陆IG的时候 他们都会发一个小饼干给你 然后到时候 如果你来看我这网站的时候 你会带着你的小饼干来 说我是谁是谁 他就会知道你是哪一位 然后就会让你看到 你想看的东西 看到你应该看得到东西 所以你可以想象成 这个小饼干 就是像一个识别证 或者是一个号码牌一样 不同网站会有不同的识别 所以先知道这个概念 如果说你有兴趣想要看的话 你可以点开浏览器的 一些检视页面 去检视它的原始码 你应该都可以看到 像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Cookie 在这里 在网站上面 基本上都有 这是我们总统服务的网站 不是说他在给你偷什么东西 而是大部分的网站 都会有这样的所谓的Cookie 他们要追踪你是谁 不是说他在监看你 他要知道你是谁 然后你登陆之后 他会发一个号码牌给你 都是存在这个Cookie这个地方 你大概可以想象成就是 我们前面有提过 浏览器打开之后 然后输入网址按下Enter之后 他会发出一个网络请求 然后去连接伺服器 然后看到结果 但我们这边漏了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当你在发出网络请求的时候 你会顺便 你会拿着你的Cookie 拿着这个小饼干 去问伺服器 会去跟他要一些资讯 然后他会根据 你手上的这个小饼干 来认定你是谁 例如说你是 你登陆你的IG 登陆你的Facebook之后 那我给你看到的 就是你的个人的状态 个人的动态强 你不会看到别人的 别人也不会看到你的 这个小饼干 Cookie小饼干 你就当作就是一个网络识别的 一个识别证 所以有时候你会听到 人家说 哎呀 那个Cookie要清掉 你就会发现 当你把这个Cookie 把小饼干清掉的时候 因为等于是 你把这个小饼干 透过这个号码牌 给它撕掉了 那你把这个号码牌撕掉之后 就代表说 你相对于这网站 你等于去登出了 因为他已经不知道你是谁 你也没有办法再 拿到你自己的东西了 所以你必须再重新再登陆一次 这个清Cookie这件事情 这事情大概就是这么运作的 所以先知道Cookie这个东西本身 它就像一个识别证 号码牌的概念 透过这个Cookie 会知道你是谁 但是呢 就是有些有心人士啊 有想要来偷拿你的小饼干 偷吃你小饼干 怎么做 举个例子 例如说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恶意连结 我今天点击这个连结 应该说 你点了他寄给你的连结之后 他就可以写一些恶意程式 去偷拿你的小 这个小饼干 或者是说 假设你今天去公用电脑 也许是在一些 例如说你去网咖好了 假设你今天去网咖上网 那你会需要登陆你的Gmail 那你在登陆的当下 Gmail就发一个小饼干 到你那个网咖的那台电脑上面 你那台电脑 那一台公用电脑 就暂时就会有你这个小饼干 就会有你的Cookie存在 或者是说 当然透过一些免费的Wi-Fi 也是有机会 可以得到这些小饼干的 那拿到小饼干可以干嘛 这个小饼干 这个Cookie 它等于就是你的识别证 等于是你的号码牌 我拿到你的号码牌 我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的东西 例如说可以看到 你的个人的一些 比较私人的文章 私人的一些照片 影片等等 这些都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要怎么预防这件事情 也许有些会讲说 那我就装防毒软体好了 我们刚刚从前面讲到现在 这个防毒软体 真的有办法去出一件事情吗 因为其实老实说 它是利用 它并不一定全部都是利用 电脑系统的弱点 很多时候是利用人性的弱点 所以你要在你身上 插防毒软体吗 不太可能的 所以安装防毒软体这件事情 它也许可以帮上一些忙 但是如果你是个贪心的人 或者是你今天被那些 那些文字 或者那些文案给骗了 然后因为你担心 你可能害怕 或者是相对比较贪心一点的话 那么防毒软体 基本上帮不太上你的忙的 所以说回来就是不要贪心 基本上那些 就是如果说这些东西 跟例如说什么 送给你iPhone 送给你什么好东西 老实说天上不会突然掉 这些东西下来 所以不要贪心 不要贪心 你可以避开很多的问题 然后再来 假设你今天在一些 例如说公用电脑 或者在别人的电脑 你在使用 例如说你必须要登录 你的Gmail 登录你IG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么你用完之后 你要记得把Cookie清掉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不把Cookie清掉 那下一个用这台电脑的人 就有机会就可以利用你这台电脑的Cookie 再去拿一些不属于那个人该拿的事情 当然有时候如果说你怕你忘记的话 有一种做法 现在浏览器都有提供一个叫做无痕模式 你只要开启无痕模式 你在这个无痕模式底下 你输入账号密码 那你当然在这个当下 你会还是他还是会发Cookie给你 还是会发小饼干给你 但是你只要把这个浏览器关掉了 那这个无痕模式就他就会帮你把自动帮你把小饼干给清掉 等于说你下次再开启的时候就没有效果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用的是像刚刚的一般模式 你那个小饼干 它会存在你浏览器里面 然后就算你关掉再重开 它那个小饼干好一再 你得定期去清它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这个也是我比较推荐的 就是开启两节段印证 所谓的两节段印证是概念是指说 我知道我在输入在登陆我们网站的时候 像登陆银行的账号 登陆Gmail账号的时候 除了输入我的账号跟密码之外 它还会在透过另外的管道 可能是透过简讯 或透过另外的应用程式 再请你输入六位数或八位数的一个认证码 用这种两节段印证的做法 好处就是如果说假设 今天真的不小心账号密码外流了 或者是说这个小饼干 可能不小心真的被人家偷走了 你也不至于会有太大的损失 就算你今天不小心账号密码掉了 或被人家偷 看到了或被人家偷走了 因为它没有后半段第二阶段的验证 大家也没有办法登陆网站 所以就算是买第二层保险了 好 那我们这一集大概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集会来跟大家介绍 这个网站 这个加密 或者网络上看到这个加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有加密 还是没有加密 网络科普小教室 我们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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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